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是脚长在头上的头竹类 它们的家族繁多 你一定都吃过 可是常常傻傻分不清 其实它们每一种都有不同的营养 现在正是盛产期 我们今天请到了专家要来一一告诉你 怎么挑 怎么选 怎么料理 才能够吃得安全 吃得美味 又吃到对的营养 要健康就别走开 马上介绍今天的来宾 肾脏科医师江守山 幼稚海鲜怎么选 爱好头族类的医生 教你如何吃得安心 营养师谢宜芳 头族类的胆固醇很高吗 营养师教你怎么吃才健康 于达人李嘉亮 永远搞不清楚眼前这盘 是花枝 透抽 还是乌贼 今天一次弄明白 日式料理达人郭宗坤 泡发鱿鱼越大越好吃吗 美味背后的问题 你真的要搞清楚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一种海鲜 但是他们说它不是鱼 可是很多人很爱吃 你好像从小就爱吃吧 这个叫国民美食 你知道吗 最小的最便宜 锁管 小时候居然把它吃得 嘴巴都黑黑的 就是觉得很好吃 又很快乐你知道吗 是 所以想到他就想到 小的时候 对 他们叫头族类 又叫软体动物 就是脚长在头上 我们说眼睛长在头上 他们是脚长在头上 到底花枝 软湿 透抽 乌贼 锁管 搞得头都昏了 怎么分 其实最好分辨的方法就是 它背上有硬壳 有没有 你可以看到花枝背 如果是花枝的话 背上有一个硬壳 对 有一个硬壳 那你另外在旁边看的话是 旁边的话软的 它是有一个透明的 薄薄的 那这两种的口味也不一样 味道也不一样 一个的话我们叫花枝 一个我们叫头条 我们的鱼达人 你也常常去钓鱼的时候 有找到什么 还有除了刚刚讲的还有章鱼 章鱼大家都比较认识 它口 还有锁管 软湿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你有几只脚 只有上面这个是八只脚 所以八爪章鱼 还有一个头八只脚 OK 那就章鱼 然后下面的都是十只脚的 十只脚就叫乌贼 八只比较短 两只比较长 长的是在它抓东西 抓小鱼 抓小虾的时候在用的 你在看身体的形状 像这一个 身体比较宽 这个身体比较宽 上面这个叫乌贼 然后再来就是说有一种叫做东北角 基隆很出名叫做软湿 软湿 很多人很喜欢吃 对 刚刚一直在讲说透抽 其实它在澎湖它有分三个种 他们讲说身体非常细长的 我们这边有叫夹嘛 小的时候叫夹嘛 它会大大到大概这么长 然后就叫什么 泡供 再来就鱿鱼 透抽这个东西呢 它的这个翅比较长 鱿鱼这个比较短 它是一个三角形 然后最后面这个锁管 它就很小 有面长不大 对 这样就很容易分饼 大概就这样分出来 好 那我们首先呢 要介绍的是墨鱼 那它的营养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它蛋白质的话 应该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那其实你可以看 它几乎脂肪含量非常低 而且你看100公克里面 才56大卡 其实对减肥而言的话 真是减肥胜品 你相对的话 你100公克的猪肉的话 你大概250到300 甚至300到400都差不多 真的 所以它热量 对 它的其实 它涩起来热量很低 那再来呢 它比较突出的营养素 就是它美 那如果说我们吃到100公克的话 大概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的需要量 那另外一个营养素 其实含量也不错 就是维生素E 对 不过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 好像现在在它的 我们常常很讨厌的 那个黑黑的墨鱼汁里面 发现了有抗癌的成分 对 它们是发觉墨鱼汁里面 其实是含有一些 包括多糖体之类的 它发觉它本身有抗癌的成分 它们很好玩 它把墨鱼汁给小鸡 就是做动物实验给鸡吃 小鸡吃 那它发觉如果吃量比较多的话 它其实对抗癌的效果会最好的 那其实墨鱼除了汁之外 其实墨鱼中间那个硬壳 在我们中医来说 都一直以前把它拿来当药 因为呢 真的 对 因为以前 它因为它里面有石灰的成分 钙 对 所以它认为它有收敛的作用 一个降火蜜 那为什么它可以明目降火呢 我发觉因为它里面 还有一个叫牛黄酸 牛黄酸 你发觉牛黄酸的话对一般中医的说法 只要有牛黄酸的东西 它认为都能够让我们明目 譬如说 因为它好像对肝比较好 对对 肝比较好 好像就是比较不会就是像黄胆 那种眼睛黄的黄色的现象产生 那其实是牛黄酸就是我们胆子这个成分 所以你经常看很多只要海产类 只要牛黄酸多的话 奇怪 那吃完之后好像对我们肝 好像都比较有防御 而且感觉比较有活力 对 比较有活力 对 对对对 而且我们以前以为它是 对那个胆固醇很高 现在才发现它是像胆固醇 防护心血管 像它这种东西 它没有鳞片 那它为了防止海水灌到它体内来 所以它外面有一层类似油的东西 这个不是正常的胆固醇 它是另外一种固醇类 其实植物也有类似 像我们讲说植物固醇被发现 也可以用来降低胆固醇 其实是类似的效应 OK 都是竞争同一个接受体 然后让你的胆固醇没办法吸收 血中胆固醇比较降低 它有这么多好处 可是也有些人不能吃 对不对 其实我还是建议 真的痛风很厉害的人 尤其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 千万不要大量吃 但吃一两口可以 但是基本上我的临床经验 就是说像痛风的人 对海产类都是适时 而且吃得很多 这个我觉得吃太多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所以还是不要吃太多 痛风的人不要吃 其实很可惜 因为第一个问题是 它身上的污染物 几乎可以反映出 各国家的工业的进展 因为我在台湾卖雨卖11年 前两年有卖台湾的透抽 还有及格的 可是后来就发现 这个透抽里面还有生 那所以这个东西就吃了一堆生 那那时候我还不放心 因为生其实有有机生 无机生 其实有机生没有那么毒 所以我们进一步去分析 它的无机生含量 其实还是超量的 所以后来卖了两年之后 我们就台湾就不敢采买了 那我们就买到哪里去买到菲律宾 那菲律宾其实买很长一段时间 我大概买了六七年 都没问题 后来开始检查出来有嗝 那最后不得已还是找到那个 比较没有工业发展的地方 什么智利 阿根廷 去买 那我们两位于达人 怎么挑 怎么选呢 首先讲那个乌贼 乌贼 墨鱼 墨鱼啦 墨鱼 在菜市场买 可能颠覆大家的想象 你会看很漂亮 亮晶晶的 才是好的 其实内行的人他要买什么 上面都是墨汁的 脏兮兮的那种最好 为什么 第一个 它如果不新鲜以后 那个墨囊就凝固了 墨汁跑不出来 所以刚抓了活的它会喷墨 才有墨汁 对 也有人讲说墨汁喷在上面 那个花枝会变比较好吃 然后再来就是说 如果这样洗干净了 然后它卖个两三天 以后会有阿摩尼亚的味道出来 真的 这个要很小心 那个就是 很多人吃的会寻麻疹 包括我在内 不只 其实严重的时候 甚至还上吐下泻 像我家就发生过一次 全家吃那个花枝 那花枝的肉比较硬你知道吗 其实它腐败的时候 我们不容易感觉出来 因为一直洗就没有味道 一洗一洗可能就没味道 结果我们全家 几乎全部都上吐下泻 所以不要买皮剥掉的是吧 对 那个皮剥掉就是第三阶段 它已经有味道 它再洗 再把皮剥掉 OK 所以其实刚才讲到 如果在菜市场买到那个 还有墨汁的 我们都拿来做生鱼片 真的 那个乌贼的生鱼片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几乎啦 透抽乌贼啦 还有那个软息啦 卵球类的都可以 都非常好吃 不过我要提醒一下 如果要把这个东西做生鱼片 一定要先冻过解冻 之后才能做生鱼片 因为乌贼也是安妮腺虫的寄生族 他是他的宿主啦 那安妮腺虫你生吃它 你会吃到安妮腺虫 那个是会引起像过敏啊 腹痛啊腹泻啊等等的问题 那我以为我们常常有人去韩国旅游 还是冀州岛的那个旅游点 那个鱼腹常常会直接把那个 软体动物抓上来 然后直接切给你 猴着就切掉给你吃对 觉得好新鲜啊 对 处续还在动来动去 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去吃这个东西 因为它没有动过 安妮腺虫不怕炎烟 不怕烟熏 其实它怕动 动起久了它就死掉了 所以就比较安全了 好 来我们小郭师傅你要示范嘛 你要示范的时候一面讲怎么挑 怎么选 要把一面示范 墨鱼呢 要买脏兮兮的 自己回家处理比较新鲜 因为它如果剥好皮可能好久了 那我回家怎么处理呢 一般来说在市场上买到的 这种是像小墨鱼 还有更大的那个画质 那回来的第一件事 你要先用一个比较浓度 高一点的盐水 再去浸泡一下 清洗一下外面 OK 那清洗完之后再让它取出来 那首先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要处理之前 摸摸看哪边是硬的 这里啊 对 这边平的这一面不是从这边下刀 通常都从这一面下刀 硬的下刀 对 那陈姐在中间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微微的凸骨 对 有一个凹下去的地方 对 就在这边下刀 就在凹骨下刀 对 凹骨下刀 下一刀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皮是剥开的 那接下来它旁边有两个侧圆的线 对 用手轻轻的剥开之后 就可以将它的这个 它骨头断了 对 因为它可能在购买的时候 有撞几刀这样子 OK 那接下来因为它这里面 会有所谓的刺旗的部分 所以我们从中间这边有看到 这个肝脏的部分跟那个 那这边从这边轻轻的 因为下面怕墨囊会喷出来 所以我们要轻轻的在这边 将这个薄膜透进去 然后用手撕开这两块 OK 然后这两块再用两只手指 轻轻的将那个头翻起来 这时候翻起来 要防止墨囊喷出的话 墨囊在哪里呢 注意看 在这里 这样一拉就起来 在这里 这就是它的墨囊 自助它 去除掉的话 这样 接下来它的软 是很棒的食材 所以要留着 对 这就要拿起来 这时候我自助它的墨囊的时候 今天一拉 是不是真墨囊就离开了 好 接下来 从它的鼻管这边 下个一刀 连同肝脏的地方 肝脏的地方它味道很浓郁 非常好吃 那这边有一个小小软骨 然后下去汆烫的话 它味道就非常好吃了 OK 好 那像这个我们就处理好 就可以直接备用 整个去汆烫 对 通常就是水一滚 然后丢下去汆烫之后火关掉 泡四分钟 它就不会过硬 那以在日本料理来讲的话 像这样子叫做文甲无贼 它通常这样子取下来之后 就可以来做生鱼片 这个就做生鱼片 可是我要做生鱼片之前 要经过冻 冷冻 急速冷冻 OK 那所以我要先喷个盐水 这就是盐水 对 盐水准备 然后我们可以准备一张纸 像这样子 然后包装起来 送到急速冷冻 OK 然后一动过之后 再让它自然解冻 再来做生鱼片 好 那动多久比较好 一般来说我比较建议是 至少动个 至少动个两天以上 两天以上 它完全硬掉 OK 那这就是我们这处理的部分 这个就是要汆烫的部分 对 就汆烫的话就是很好吃 好 那接下来 好 你要示范 接下来呢 我要帮你们做一道 就是已经帮您做处理好的 已经处理好了 就是刚刚说冷冻过了多久的 哇 这么大的 对 这是软湿 那软湿的话 它肉质又比花枝更好 OK 味道会更好 那像这个记住 像江医师刚刚所讲的 这种软竹类一定要冻过 那冻过之后 除了冻过之外 味道会更甜美之外 还有这在处理过程 也比较 吃的时候也比较安心 好 最主要要吃的过程 它里面有一层薄膜 这薄膜一定要做 很细部的处理 这样你这样吃的话 不会因为薄膜 会阻碍你的口感 原来还有一层膜在上面 对 所以要吃生鱼片的话 真的是金高刚 对 金高刚 我们以为说生鱼就拿来 其实中间的处理过程 是很重要的 事情真的也没那么单纯 对 那像这个的话 有时候我就是把它拿来做炸的 就是小小的那种小鳞嘴 配个小酒那个还不错 就没有浪费 所以东西要好吃 除了要新鲜以外 料理的手法也很重要 那我今天做的这一个料理 是将这样的软湿的鱼肉 然后卷着海胆一起品尝 那简直是人间美味 其实就我所知 一般很多市售的花质 它还是有些人会拿去泡磷酸盐 什么意思 就其实它就是发脏 磷酸盐淘水剂 然后它就会看起来 就是比较大汁 对 很厚 那事实上煮的时候 它还是会缩点 缩水 然后而且注意吃那个 它是没有味道的 很可怕的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吃这种软竹类 它没有甜味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要小心的时候 因为它去清过了 对 我现在如果吃到它不鲜甜 我大概就不吃了 像这个直接吃就非常好吃 真的吗 你要我直接吃一块 可以试一下 直接吃就可以 没有冒险 没有 好吃 很弹牙的感觉 而且自己还有甜味 食材自己本身甜味 多嚼吃一下那个味道更突然 漂亮 又绿的 秤的 白的 刚刚美食还有这样 还要再加上那个呈现的方式 对 那你看酱油上去之后 就可以看到那刀纹跟它 漂亮 非常的美 吃的时候直接直接品尝就可以了 好 那待会儿呢 我们除了要品尝这个美味的 墨鱼生鱼片之外 我们还要告诉你 下面一种软体的动物 它也非常的好吃 营养也非常的丰富 所以别走开 小郭的墨鱼料理 让人垂涎欲滴 我们马上就要来品尝了 不过这一集呢 我还要告诉你更多的美味 这个大家从小都吃过了吧 还有呢 这种 它们大小差这么多 可都是锁管类 一个叫特鱼 一个叫小羹 待会儿我们要介绍它的营养 不过我想大家迫不及待 赶快先 先下手为奖的 我看那个江医师已经把筷子都凑出来了 等很久了 那是要连那个下面一起吃吗 对 那甜味完全不同 非常的好吃 非常好吃 而且其实这个是有冻过的 其实有冻过的 它甜味反而会更好 真的 而且我觉得 你这样切了以后 让它的口感非常好 非常的滑润 而且觉得这就是真正的美食 好 我们赶快来介绍 下面这个 江医师你刚刚讲 好吃 就是你从小就很怀念这个味道 对 太好吃了 而且一定要吃到嘴巴都变黑了 才觉得满足 除了这个 在小时候的回忆以外 它的营养价值也不错吧 好 我们讲 收割营养价值就比花枝 来稍微多元化一点点 它当然热量比较高 100公克里面有72大卡 是高一点点 蛋白质含量也丰富 那其中有个营养素 倒是比较独特一点点 就是它的烟碱素含量比较高 那烟碱素其实对什么有帮助 其实对心血管 预防心血管疾病是有帮助的 还有对皮肤也很好 那维生素E的话 它含量的 同样100公克 它又比花枝来得好一点点 那新含量也很高 美含量也很高 如果说大家如果想要补充 这些微量元素的话 其实可以适时地吃 这些锁管之类的 那记得像这些东西的话 大家不要太假 跟什么 跟一些焢肉在一起吃 因为跟焢肉在一起吃的话 你可能就是生胆过尊 指数会比较高 还有跟一些所谓的 凤梨酥之类的 凤梨酥可能或者说 跟一些酥饼类 尤其是用猪油去做的什么 玛瑙之类一起吃 因为这些东西有猪油 猪油的话可能是饱和脂肪多 也会让它生胆过尊 指数变高一点点 好 那为什么 现在大家人都很怕老年痴呆 而且还是可以改善记忆力 这个很有趣 其实这些海里面的这些动物 有人其实你要知道 有人说这些动物很聪明 因为它头大大的 可是这个其实这两个东西 事实上是研究出来的结果 不是真的地推测 是有人的确做这样的研究 他发现说常吃这个锁管类的东西的人 好像它的智力退化的比较没有那么快 而且它的记忆力 短期的记忆力会比较改善 跟它的那个黑黑的墨汁有关吗 因为它可能是 它的油脂里面 譬如说像EPA DHA含量会比较多 其实对我们脑部还是比较有帮助 那这些微量元素 可能也是有帮助 所以会让我们记忆力会比较好 那可是有没有也有风险 我知道我们的江医师很注重风险 其实你注意看看 如果你在这个一般的那种销售 做好的食材的东西 就像说 常常用吃到饱的店 像火锅店等等 他们会常常用各种各样的东西 像磷酸盐 甚至用符马铃 甚至用双氧水去快速的泡发 这些软体动物 那泡发之后你会发现很离谱 它可以把一个薄薄的那个壁体 泡发成三倍四倍厚 所以拿起来一整块变成那么厚 其实其实我跟你讲 大家都忘记带鼻子去 你用鼻子闻腻了 连味道都来了 连化修外皮的味道都有了 我们的鱼达人 我们常常在外面 也可以买到这种 调味好的那个鱼 这个小管好像都是煮熟的 为什么 它很容易自家消化 自体消化 就是你放得它变成水 所以它一定抓起来 趁活的时候就汆烫 那这几年因为什么 物流比较快 是有一些菜市场会卖活的 但是你回去不要怎么煮 你一只一只烧好又变成水了 刚像那个现在现流活的 其实你几乎都不用烧 你不用烧 回来后你将它就是海纯弄起来 清洗干净之后 微微蒸过 蒸过就好了 直接起来你直接吃 连墨囊都可以吃 整只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可是最主要 蒸几分钟呢 通常的话建议大概 三分钟到四分钟就好 大火 大火 蒸三到四分钟 一个熄火 然后就拿起来吃 那新鲜的你连姜 蒜都不用放 那也有两种对不对 小管也有两种 对 一般都是 其实有三种 有一种尾巴跟尖的 那个就很少见 那一种通常里面会有蛋 这个是最常见的 这个就叫小管 小管 那另外这旁边这个 这旁边有点像 它要肚子后面尾巴很圆的 那个叫麦达瓦 那个是最小的 麦达瓦我见过最大的 可能只有大拇指大 真的 那一般只有这么小的都有 有时候蜘蛛餐都吃得到 那个麦达瓦其实最好吃 很多人就是整只吃 连里面那个背上 那个软骨都不吐的 那个澎湖有个木豆椅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产的 那边盛产这个麦达瓦 它那边就是有一个流域 专门就是这一类的 麦达瓦就专门聚集在那里 那通常每年只有一个季节有的样子 那通常它是在八月底的下雪 接近九月的时候 接近快 还不到中秋节前的时候 会有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边会大盛产 所以我们今年可以期待 中秋节的时候 而且它里面那个膏 真的是盛品 咬下去那个甜味吓死了 那怎么挑选 两位赶快说一下 对 亮晶晶的 但是会有加 加药的风险 对 它保水 因为那个腹磷酸也是保水 所以你看起来亮晶晶的 然后它在那边卖 卖不出去 它就一直撒水 所以太亮晶晶的不要卖 可是不亮晶晶又不新鲜 它可能卖好久了 对 为什么 现在这种传统市场里面 这种东西 可能家庭主乎不会买 不会煮或觉得说太小 或吃起来黑黑脏脏的 所以那个进货 它一次进一块就是十公斤 有时候都卖不掉 所以会卖两三天 所以这个还蛮麻烦 我是在鱼缸买 我在想2.0介绍过以后 大家知道越小滋味越好 而且整个吃 整个吃营养最好 然后大家知道 那个墨汁现在很棒了 其实是它里面最珍贵的东西 千万不要丢掉 以前我们都是 这黑黑的就把它剥掉 现在发现真是爆水迭污 很可惜 是 对啊 那透抽呢 透抽如果它还是保持像这样是 它没有卷曲起来 过度吸水的时候 它会整个卷曲起来 像这样 你说它的虚脚 它的脚会突 它上面的这个透明的地方 但如果泡过水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一粒一粒的 已经可以开始不分泌 如果我们在买到线流的话是最好 是碰的时候它都会动 那时候是最棒的 另外就是在处理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小撇步 在汆烫的过程 其实秘密在糖跟盐 对 一比一 糖一 糖跟那个盐一比一 然后搭配那个 一百倍的水 然后去汆烫它的话 它外面的皮就比较不容易剥落 保留甜味不至善失 所以一糖 一比一的盐 然后一百倍的水 对 它这个东西 现在都不是台湾产的 这个应该是印尼来的 国外传动 然后它在船上抓起来以后 活的时候吹电风扇 让它这个一闪一闪的都出来 喷新鲜的海水 然后它看到颜色很漂亮的时候 用塑胶袋装起来 急速冷冻 所以你在菜市场买的时候 买到那种带塑胶袋 整颗硬邦邦的 就买那个 不要买软软的 对 就被人家又重新又再 然后买回来 譬如说你看很好 一次买个四五支 放在冷冻库 随时要吃 退边就拿出来吃 这个反而没有放药物 反而觉得安全 但是 这种东西如果台湾产的 肉比较软 印尼的肉比较硬 比较薄 所以你切 如果比如说你要爆炒 切的时候要切薄一点 那如果发现透抽 肚子大大的 可能吃的东西还在里面 还有有人说是硬塞进去给它 像刚刚讲的那木斗屋座 就蜜蜜蜜刚刚讲 它是追着所谓的贱虾在吃东西的 它通常肚子里面有时候会有 消化没有完的贱虾 就不买了 不买那种 对 但是我觉得要选择是 后面厚肥短 然后前面它有一个半透明 黄色的一个特殊油脂性针出现 就是它就可以挑选 而且它是一样价格 但是你挑选起来 吃的口感又不一样 真的 要怎么样挑 讲个笑话 以前在澎湖钓到一支花枝 四台金 就带回来 一杀肚子里面吃了一支半台金的花枝 也看很新鲜 切一切一起炒 都是花枝 花枝还会吃花枝 对 好残忍 不过现在呢 我们的于达人李家亮师傅 你要教我们做出他的天然鲜味好不好 好 观众朋友 有福了 今天我们是同场佳音 两位达人都一起下厨 第一个是比较粗犷的原始的吃法 另外一个比较细致的 细致的 对 我们先来看 这看起来大家以为会是鱿鱼 其实它是透抽 透抽晒的 透抽晒的 你到店里面去买 要讲这个叫做白鱿鱼 要讲白鱿鱼 对 然后这个东西呢 坦白讲还蛮便宜的 是 除非你卖很大 卖相很好的就很贵 像我买这样子15条380 这个物美价廉 可是听说你认为是人间美味是吧 是 像这样的东西它除了是没有添加之外 它是渔船的渔民 直接它就在回港路上的时候 它直接杀好 直接在他们的船上做晒的动作 好 那我们怎么吃它呢 像这个白鱿鱼 我们吃的方法很粗犷 就是烤一烤而已 好 那如果要做菜也可以 譬如说你把它切一切过油以后 乳肉乳好了 再放在里面泡一下那个乳汤 它会更软然后非常鲜甜 但是有个缺点 听起来就觉得很棒 真的 你要赶快吃完 隔夜的话 它那个甜味都跑到汤里面去了 对 还有一种夏天喝啤酒的方法 你把它切湿 过油以后 要用那个什么 干辣椒爆香 我有两个朋友吃到牙齿崩掉 怎么讲 意思就是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然后那一样你要爆炒 就不要买太大汁了 因为肉硬 对 而且太大汁的很贵 所以我们要买这样子 就这样大小适中 而且像客家小炒 有鱼用这代替超好的 也很好 只不会那么硬 那个是很高档的餐厅 很高档的才会用 好 就这样直接放到火上烤 对 那我会不会烤焦 用夹子比较安全 但是你在家都用手 听说 对 真是粗犷的渔民料理 它是因为干燥后 所以烤很快熟 已经有香味出来了 对 非常香 要烤到有点香气出来 我记得小时候 那时候 妈妈还有那种火 炭火有没有 对 用烤火 那时候就用烤火 小时候是用烤火 手这样翻这样 对 越来越香了 所以现在我们都吃外面 这种乐趣都没有了 是 因为这个动作 因为烧焦的东西 把它搓一搓搓掉 就掉了 OK 这样就可以吃了 来 吃吃就可以了 烫 来 不会 很棒 好吃 而且很软 不会太硬 不会太硬 而且很甜 很好吃 好棒 风味跟那个传统 市面上做好再卖的油鱼 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跟刚刚你展示的那个 也不一样 对 这就是它最好的吃法 来…那你这个鲜的要怎么吃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烫煮的过程 就是一直大滚的滚水 这是比较不一样 它没办法用浸泡的方式 要一直大滚的水 OK 那滚的水呢 加上就是那个盐跟糖一比一 对 那下去滚的时候呢 我们滚的时间大概是在八分钟 八分钟 完全滚透它 好 滚透它 让它皮不会掉了 好 准备一点昆布 这个的话跟那个又不太一样 因为它肉身比较硬 但是我们前面有加糖的效果 会让它效果比较好 来 喷点薄薄的盐水 在昆布上面 好 那像我们这样 因为汆烫好 直接切了就可以吃了 切了就可以领藏 对… 很简单 斜切 对 姜医师看到我吃了 忍不住尝尝看 怎么样 真的很香 非常甜 跟一般的鱿鱼干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就是天然的味道 所以今天一讲完了以后 这就被人家抢购一空了 像我们这个 再买回去的话 我们把它烫起来 有没有 像这就是它的蛋 可以试试看 这就是它的蛋 对 看起来很特别 直接吃 直接吃 很粉 然后呢 就还要再调味吗 不用调味 不用调味 因为它有附着的昆布的香气 所以它等一下吃的时候 味道就很好吃 好 待会呢 我们就来享受这个美食 同时还要介绍一种 也是大家常吃 但是呢 常常会碰到地雷的鱿鱼 这是小郭师傅 刚刚示范的好吃的套Q 手法也很简单 那李佳亮师傅示范的那一支烤套Q呢 已经被我们分食一光 可见滋味多好 那不过我们这一集 待会要跟这个超级来比一比 这是鱿鱼 我们常看到的 然后 这是泡发的鱿鱼 这个当中呢 都有很多要注意的地雷 对不对 我们待会马上告诉大家 先赶快品尝吧 我知道很多人 对 等不及了 大家等一下 怎么样 这是不是有一块昆布 对 首先你先将你的昆布 含在嘴里下 把昆布又含在嘴里 含一口一下子 然后把它拿开 然后再开始品尝你的嘴 真的 是这样吃 连吃法也很重要 非常的脆 非常甜 脆 大家吃到的都来不及讲话 我看这样一吃 都没有发表 从小就喜欢吃这个东西 这个是很好吃 这个有时候搭一碗白饭 然后用个半熟的蛋黄 这样拌吃很棒 对 其实不是说东西多贵 而是你懂不懂怎么吃它 怎么把它的天然的美味 掉出来 好 我们刚刚讲说 市面上有很多这样子的烤鱿鱼 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泡发的鱿鱼 可是最近听说有一些警讯 有一些地雷 我们要特别注意 其实你看看真的鱿鱼 哪有体壁那么厚的 那你要泡发那么厚 其实就要加很多药 所以它就用到那种 可以迫害组织的像双氧水 加鸣帆 鸣帆 鸣帆 甚至于辅马鱼 都拿来了 OK 所以这些都是泡工业用的 对 而且最后要加磷酸盐 那些饱水 所以可以把一个壁 泡成原来四五倍厚 所以如果其实 大家如果在某一些场合 你觉得 哎呀 这个鱿鱼怎么厚成这个样子 你要闻味道 真的 你要闻一下味道 其实我跟你讲 泡了安民凡泡这些东西 还是有点味道 不过我从小是不担心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的大姨妈 我妈妈就住在那个澎湖 她常常就把这个晒干的鱿鱼寄给我们 真的好香喔 稍微烤一下 就非常非常的好吃 所以食材 是不是真材实料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怎么选呢 这个东西 你钓起来 大概苍蝇都不会烤 就表示它有味道 像你讲 你亲戚从澎湖寄过来的 那个我有拿到 我们拿来切的时候 那个苍蝇就一直飞过来 尤其在露营的时候 好香喔 对 那个苍蝇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 这个东西上面摆一摆这个粉 它是蛋白质结晶 所以苍蝇也知道 那是好东西 OK 非常精神的蛋白质 所以你在切的时候 那个整个碗上面 整个碗上面都是苍蝇 赶都赶不走 可是这个你不信 你在家里试看看 把窗子打开 没有苍蝇赶过来 那小郭对于挑这个鱿鱼 你有没有什么 其实第一个 我们在闻的时候 不要有氨水味 不要氨水味 那另外它自然 刚刚我们营养师说 有点像尿尿的味道 然后还有就是 日晒的鱿鱼 它有独特的香气 是 日晒跟烘干的鱿鱼 是两回事 那从机器烘干的鱿鱼 它就是为了要保存更久 所以它还会再添加药物 那日晒的鱿鱼 是因为它用太阳的方式 直接晒干 它有自然的香气存在 它真的没有香气 对 真的没有 那其实我们那挑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第一个我们看里面 不要有透光度 透光度里面 如果万一有所谓的溃伤 那也不要买 它是用腐败的 腐败的鱿鱼下去做的 有溃伤的话不要买 然后另外 像我们刚刚这个发的鱿鱼 我建议自己 自己 我们在家自己发 其实发那个神很简单 发很简单 其实多一点时间给它 它就可以做得很好 来 它的营养怎么样 鱿鱼 因为很多人都很担心 它胆固存很高 其实鱿鱼 现在的鱿鱼大部分 除非真的很新鲜 我还是建议 这种加工太多的鱿鱼 大家还是慎选 因为加工过程当中 该有的营养素 其实流失了差不多 对 那基本上鱿鱼的话 它的 这边是泡过的鱿鱼 鲜食的鱿鱼 它其实是维生素V2 含量比较多 大概0.1 这个是鲜食的 你就说如果新鲜掉下来 对 这新鲜食的 那维生素V1的含量 那对男性而言的话 可以达12 女生大概12% 新的含量也是不错 所以它基本上是 这三个营养素比较多 比较好 那因为吃鱿鱼的时候 有时候 因为我里面蛋都没有吃 所以基本上它的胆固存 应该含量 不是那么高 可以不用担心 但是我觉得鱿鱼 它的风险 真的是比较大一点点 尤其外面鱿鱼跟的鱿鱼 大家可能要稍微 四旋一点点 非常厚 那个都很厚 对 真的都非常厚 比较没有鱿鱼味道 而且现在 就是说吃鱿鱼 他们有 以前有些人担心说 会不会对身体不好 所以有点 胺 就是那个 自癌吗 它本身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 因为它含很多的胺 那你把它跟香肠肋狗 一起吃 那它在酸性的环境 像胃就是一个 典型酸性环境 这两个可以化而成为雅硝胺 那雅硝胺 胺是一个一级直来物 只有鱿鱼 其他的头竹类不会 这个胺材料很高 你吃一看 因为它晒干的过程才会有 会产生胺 对 你问问看它有胺的味道 可是像好的鱿鱼 新鲜的时候直接晒干的话 胺的味道不会有 是香味 而且是一个香味 就是处理的时间过程 所以我刚刚有时候亮起来一看 如果它有溃烂的状况 的干燥过程 那个就是 就是已经产生胺的过程了 那可是新鲜的鱿鱼 现在还买得到吗 新鲜的鱿鱼有 它通常就是排成一整排 然后一支一支的向下趴 然后上面的那个点纹 还会动 还新鲜的状况 那通常它是属于在夏季的 夏初开始 会有这样的鱿鱼 在我们的东半部 那就是现在吗 对 对 像一道菜叫做牛肌鱼肉蒜 那个鱿鱼就是稍微炒过了 那香味出来的时候 再将高汤下去 为主煮出鱿鱼跟那个螺肉的香气 对 然后加很多的蒜 那一道很好吃 然后还要加一点那个排骨酥 然后一点蛤蜊非常棒 太好了 我们现在就去看小郭师傅 来教我们 是 怎么样来这个泡发鱿鱼 对 鱿鱼买回来 干净的那个布 然后稍做擦拭 是 你说这个白粉其实是好的 稍做擦拭 擦拭就好了 擦拭完之后呢 我们拿我们的刀子 刀背 开始慢锤 不是要把它挤碎喔 是将它的那个弄松 打松 对 打松 利透余生 对 没错 好 然后呢 这里 头也要给它剁一剁 好 剁到这边就好 这边就别剁了 为什么 因为它这边后面澎发起来 它的脆度会不一样 好 首先呢 我们先将它的这个地方先取下来 好 接下来准备我们要那个发 我们鱿鱼的水 是 滚过一次的水 放在冰箱里面 隔天早上再来用 一定要滚过 OK 滚过 放冰箱 为什么要放冰箱 隔一天再用 我要冷水浸泡 冷水浸泡 OK 然后呢 放一块昆布 好 将那个鱿鱼头放进去 好 鱿鱼头先放 对 然后呢 将这个的话我会从尾段这边 把它剃开 对 那泡的时间多久呢 要一天 泡一天 一天的话它就完全开了 那需要放冰箱泡吗 对 放冰箱泡 OK 我们不要放在常温泡 那放冰箱泡呢 它也比较能够保持味道跟鲜度 通常呢 我们下去泡的时间 就是它会慢慢地越来越膨胀 是 那到膨胀的时候我们再拿起来 稍微再剪一下 再让它继续泡着 那上面再把它盖好 然后再膨发的时间 要盖个东西 对 那膨发完之后呢 通常我们要炒东西的时候啊 或者是要切东西 切切切切切切 切就很好切 它有一个厚度 是 那这个水不要倒掉 是啊 当然 这么好的东西 这个水可以拿来熬汤煮汤 加个蛤蜊加个干贝 或加个鸡汤 下去熬煮 这汤都非常棒 好 所以你看 一物两用 对 不仅你泡好了鱿鱿 而且呢 汤汁也可以利用 那今天通常在加码 一样是鱿鱼 它叫零起鱿鱿 对 这是新鲜的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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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 對 然後這個要用真空包裝 跟墨魚差不多 對 真空包裝之後 它的就會很棒 真空包裝放在洞庫裡面 在洞庫裡面 隨時要吃的可以吃 因為你有洞過 所以它是可生食的 非常好吃 因為我有做鹽漬 可以先試試看那個口味 這鹽漬過了 對 鹽漬過了 好 像吃麻糬一樣有沒有 比剛剛那個花枝墨魚更柔韌 更柔韌 對 更好吃 通常我喜歡讓我的吃品嘗的人 他吃到那個口感 很像吃麻糬的口感 所以我切得比較厚一點 OK 所以吃到天然的美味 我覺得真的是很幸福的感覺 完全不同 而且像這個 而且很甘甜 我故意切得比較厚 等一下你們吃的時候 那個口感會完全的不同 是 其實這種食材動過更好吃 就是它的那個質感 我覺得就不一樣 對 因為它的熟成度 會因為冷凍的狀態 得到一個很棒的誘發 這叫動熟成 對…叫做鹽漬冷熟 鹽漬冷熟 太好了 所以我們跟小郭師傅 就學了很多的技巧 將來自己可以 運用在不同的魚類上 味道都很好 待會兒我們要告訴大家 TACO怎麼料理才好吃 章魚一直很紅 你還記得那支會預測 世足隊冠軍的章魚哥嗎 所以可見它又聰明 又聰明 你看頭那麼大 真的 而且又好吃對不對 但是不是所有的章魚都能吃 我們趕快來看 身上有那個藍藍的斑點 對 你要看它很可愛的樣子 我跟妳講 它咬你一口 你就趕快到急診室去急救 也沒辦法救 沒有 因為要上呼吸器 它沒有解毒藥 是 因為它是類似核毒的一種神經毒 所以咬上去之後 很快你就會全身癱瘓 所以你呼吸器不會運動 所以那旁邊的人 你可以急救他 那就好危險 對 所以它不會呼吸 所以你要一直幫它 壓 壓 壓 胸部 讓它維持一個被動的呼吸 那送到醫院去擺氣管插管 給呼吸器 那看看能不能撐過去這樣 真的危險 沒有 那個小小的一隻 可以毒死好幾十個人 對 聽說它也可以毒死二十六個人 而且它的蛇毒 它的毒性是眼鏡蛇的五十倍 對 眼鏡蛇跟它比起來 其實比較小case 它發動的也比較快 對啊 所以如果我們在這個 海洋上碰到它的話 海中第二毒 所以碰到它就要趕快走開 盡量不要去 別理它 所以上次聽說有個潛水科 看到它好漂亮就抓了它 旁邊的人看到嚇死 趕快丟掉 以前不曉得還抓回去養 幸好沒被咬 那時候東北角 然後南語 綠島都有 對 那怎麼判斷章魚 哪一種章魚可以吃呢 大概章魚都能吃吧 煮熟的那個 有毒的煮熟也可以吃 煮熟也可以吃 它是蛋白質生態類的毒素 所以你把煮熟的煮熟就沒事了 其實章魚都有毒 然後章魚都會咬人 然後它嘴巴裡面 那個唾液腺是有毒的 然後對人的毒性小 但是對蝦子螃蟹特別毒 所以它就用這個方法來補食 對 蝦子螃蟹給它一咬 就定住了 就掛掉了 然後它那個吸盤裡面 也是有毒的 它的吸盤那個竹也是有毒的 它吸盤看起來是一個肉 但是它裡面有一個叫做脊環 脊就是荊棘那個脊 有刺的意思 那個脊環那個刺裡面是中空的 跟毒牙一樣 所以它吸到你的時候 它就把毒液給弄進去 那對人有病婚的人有過敏反應 所以有的人潛水去抓章魚 一上來這個吸盤就一個一個 全身都紅色一點一點 然後有的人說要一個月才能退 那有人可能一兩天就消失了 很可怕的東西 真的 那那個章魚有什麼營養價值呢 其實像他們其實營養價值都差不多 那章魚比較多的話 也是營養鹽鹼素 含量比較高一點點 那維生素E跟鑫 其實含量也都還不錯 所以基本上你看這些海產類 它有個特色就是說 其實要補充鑫跟E 都可以從這些獲得 就是鑫 對 鑫 而且鑫的話有時候 即使我們醃漬過程當中 它也不會流失 所以稍微好一點點 對 其實也不是只有男生 女生所有的那個叫做 他們說鎂 蛋白質合成 對 都需要 皮膚的再生也要好 讓我們很多的酵素合成都要它 是 所以這樣我們比較有活力 是 所以吃點章魚是不錯的 頭髮也會烏黑 為什麼 因為它跟我們蛋白質的合成有關係 對 如果缺心的話 其實對髮質也會比較不好 因為沒辦法長得好 那有沒有什麼風險呢 我覺得這個東西 本身它還是一樣 如果是尿酸高的人 痛風腦素發作的人 你吃這個還是要小心 它還是同樣的問題 尤其它外面那個薄薄那個皮 那裡面含有的那個普林質很高 所以你真的一定要 倒不掉一定要吃 你要把皮撕掉 那我們怎麼挑選呢 那一般我們像這樣的章魚 除非是我們去那個買 它已經幫你煮熟的 煮熟的章魚 那有一種大的日本進口 進來台灣那種 煮熟的那種 所謂的鷹章魚 它是用紅豆水 再加上紅茶葉的水 就是兩種這樣的水下去煮它 叫做鷹竹魚 那鷹竹魚的話 它就會讓它的顏色 有淡淡的粉紅色 然後味道也很好吃 那它選擇 因為章魚 在台灣的所謂的章魚 有分長角跟短角 那我通常比較建議吃短角的章魚 因為它的肉厚 然後甜味比較高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像這樣買到的章魚 其實是做熱菜是沒問題 如果有一些也有做冷凍的 進來台灣也有 但是我還是建議說 在購買這樣章魚的過程中 還是 我比較建議還是買活的跟 跟所謂的 因為現在的章魚 有一些它都拿去泡藥 然後你看起來都很 好 我跟你講 泡藥最常見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常常在吃這個 buffet的時候 冷凍那邊有小章魚 是 那你會發現 小章魚很奇怪 它每個區域都捲 對 其實那個叫做 業界的說法叫做開花 開花 對 它是泡過藥水的結果 對 所以你看如果很捲的就是 對 那個不是燙的 你注意看看 你真的買一隻章魚 你把它燙 你永遠不可能燙成 燙不出那樣的樣子 對 真的不要吃那麼小章魚 那種小章魚 種類也很多 大概七八種 那其中最常見的一種 叫做米飯章魚 為什麼叫米飯章魚 因為它下了蛋 跟剛煮好的飯一樣 一粒一粒亮晶晶的 所以叫米飯 然後這個米飯章魚 量還滿多的 可是 魚飯在魚港收下來 要賣的時候 它就怎樣 它就在那邊加藥 在那邊攪 把外面那個皮磨掉 讓它顏色看起來比較白 順便下藥 所以那個我是下食的 我是絕對不吃的 所以我們還是吃大的好 剛剛呢 小郭師傅做的這個 我們先來吃一下 聽說這個在那個什麼 我們吃Buffet的時候也常有 對 高檔的Buffet 沒有Buffet沒有這個 可是很多人都不適合 對 其實坦白講好 這個應該會非常少見 一般Buffet應該是看不到 看到Buffet的 應該是另外一種 像是花枝類的話 比較有可能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是花枝 這叫林奇 林奇魷魚 剛剛那個我們的魚達人說 吃到這個是會流淚的話 這是頂級的 我剛剛吃了一口 真的很好吃 然後口感 你要故意切大塊 是要吃起來像麻糬一樣 然後一直咀嚼的過程 一直會有不同的甜味出來 像李老師 他已經很久沒吃到這種食材了 對 這是很夢幻級的食材 那章魚要怎麼燒 來給我們示範一點 章魚一般我們 我現在直接抓 活的時候 記住我們不要抓這裡 你馬上就被咬 你要怎麼抓 兩隻用兩個扣住 抓的時候扣住這裡 拉起來用你的食指 扣住他眼睛這邊壓下去 然後這時候 用一個刀子 從這裡穿進去 穿進去之後 它整隻的神經 就被破壞掉 它下面就不會 蠕動那麼厲害了 然後取出之後 一刀過這兩個眼睛 將眼睛取出來之後 再將這個畫圓 這塊頭就取下來 為什麼我要先把頭取下來 先取下來的話 防止他在死亡過程中 一直分泌不好的物質在它的竹部 一定要記住 要處理章魚之前 要煮之前 要用鹽洗乾淨 洗到它黏液沒有之外 然後拿那個蘿蔔 蘿蔔你也可以 蘿蔔也可以 一直摔它 摔到它纖維完全散除之後 再來煮 用蘿蔔去摔 摔在它身上 對 打 對 蘿蔔酵素會軟化它 有一天我們吃的章魚 很硬的原因也在這裡 沒有做這道手續 那這叫鹽錘 對 否則像這樣子 直接煮出來的章魚 跟牛皮一樣 比牛皮還硬 真的 對 那我們的魚達人 有沒有什麼好吃的辦法 我們釣魚的時候 偶爾都會釣到這個 就很怪 線這樣跑來跑去的 然後拉很久拉不起來 可是會凍這樣子 然後釣起來以後 就不曉得 丟到冰箱裡面 你把冰箱蓋子 那釣魚冰箱蓋子 蓋起來 然後自動打開跑掉 還是有發出來 真的 好厲害 所以海邊的漁夫 就要我們一個絕招 跟郭師傅那個 講得很類似 他說你釣起來以後 就用力把它摔死 它摔好幾下 很慘 他說第一個不會跑掉 你一定可以吃到它 因為你摔了以後 它肉比較脆 我記得以前也有人很喜歡 紅燒章魚餃 有 滷啊 滷啊 紅燒也很好吃吧 對 紅燒非常好吃 可是很多人滷得很硬有沒有 對 我記得硬硬的 要紅燒一下就好 關鍵在鳳梨心 你要放鳳梨心 在滷的時候 你用鳳梨的心 你丟一株下去一起煮就好了 大概煮的時間 大概三分鐘 它整個軟化了 那它跟什麼一起煮好呢 你整鍋煮 芋頭 跟芋頭 台灣有一種芋頭叫小鯉芋 鯉芋煮章魚 味道非常的好吃 真的 很棒的好朋友 好 我們今天又學了很多 很棒的絕招 所以將來我們就不再那麼怕 投足類 可能我們也會比較 懂得在家裡怎麼來料理 投足類 我發現他們滋味真的很美妙 而且營養價值 都很好 也顛覆了我以前的想法 所以大家都可以試試看這些 把它當作是我們菜單的一部分 讓我們的生活更豐富 讓我們的味蕾 也是層次更多 謝謝大家再來 很好仔細分享 謝謝